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 澳洲洛坎普顿市在近日举行盛大的澳洲牛肉博览会, 当地政府邀请室内各校学生彩绘六座公牛塑像, 以作为博览会的装置艺术。 然而,整起活动竟掺杂政治插曲, 有来自台湾的学生在塑像上绘制了台湾国旗, 事后竟被官方抹销。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ABC报道, 就读北洛坎普顿高中的二名台湾谢姓学生, 在塑像上画上了两面台湾国旗, 事后却遭官方涂改, 原因是为了要遵守澳洲政府一中原则政策, 但报道中强调, 澳洲联邦政府虽不承认中华民国, 却没有强制地方政府该如何处理这类议题, 此举令谢姓学生的家长相当不满, 杨父唐宁表示, 他们只是被要求展现出自己的文化, 你不能告诉我, 一群中国人会因为两个台湾旗帜感到不快, 官方不应该这么做, 如果那些中国人想花钱, 他们就会花钱。 台籍母亲则说, 他们的孩子对国旗被抹消一事感到相当难过和失望, 官员对此说明, 我们高度重视与国际贸易伙伴的关系, 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机会, 强调在更动前已先行告知校方。 报道中提到, 中国是目前澳洲最大的牛肉进口国。 报道一提及台湾的现况, 虽然中国声称台湾为领土之一, 但台湾拥有自己的宪法, 国会和货币, 与其他主权国家并无二致。